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也是天气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想着去办一张颜航卡 因为自媒体包括油管是有收录嘛 所以说原本想着都跟我自己的颜航卡放在一起 但是我的税理寺也是会议告诉我 这样的话,每年你报税的时候 你需要提供你个人颜航卡的照片 包括流水站什么的,很麻烦,不建议 所以说他说你最好是另外再办一张卡 这样的话,你只提供那张卡的那种 银行账户的流水站就可以了 我想着也是,然后准备今天就去办一张卡 日本办理颜航卡什么的,是需要印章了 这是我来日本之前在国内买的 前几天浇的水,小多肉长得都挺茁壮的 这些多肉我捡了重,捡了重 跟我已经三年多了 这个肉手边长得特别漂亮 这个也还不错 回家了哈,邮局一个人只能搬一张卡 所以说得用其他的银行 然后家里的草太长了,拔拔炒了 冬天还好 春天夏天这草长得特别的快 你看这张空地可以烤肉哈 但旁边有人家会打咬到其他人 所以说就不能烤肉 拔炒吧 这里面的话我就简单的拔一下 就准备用除炒剂了 里面太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个炒的 这个东西要是能吃就好了 这个炒不好拔哈 根很难拔断 抠根太费 拔了一袋子哈 还有很多 择日再战 开始做饭了 今天实在是不知道做什么了 所以说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吃个火锅吧 挺方便的 然后因为已经过了火锅的季节了嘛 春天了 所以说在那个业务超市没有买到火锅底调 然后去的其他的超市给老婆买了两样的火锅底调 然后在业务超市居然看到了这种啊 四川火锅底调 最近日元夏天的挺厉害的 所以说很多朋友在传日本的物价上涨很厉害 然后我个人感觉 蔬菜的话 价格好像没有这么早 外加上好像好久也没跟大家更新日本生活的物价了 今天借着买了很多的菜 日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做一个参考 这是吃火锅的金针菇 这个一直都很便宜哈 这一个是78日元 然后我买了个香菇 这个香菇是100日元 里面有那么个八九个 然后这是水菜啊 老婆最喜欢吃的水菜 这个的话差不多日元100日元 然后这个白菜 白菜的话一颗是298日元 然后买了一半是158日元 然后这个豆芽是38日元 我没记错的话以前可能是35日元 所以说这个可能涨了3日元 然后这个面包有五片 五片这种面包是198日元 当然有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像68日元 98日元也有 买了这种 然后这是今天吃的火锅 蒜火锅的豬肉 正好今天打折 所以说这个差不多是正好一斤 差不多一斤 632日元 老婆回来了 学校距离家境就是好 疲惫了吗 疲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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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辣的哈 这边是老婆专用 不辣 入れてもいいよ 嗯 后面入れる 入れようか 放一放有没有火锅的好吃的 那里 那里 这就是今晚的火锅了 这边是粉条 挺简单的 肉还没摆上来 开饭了 超酸的 全然有没有火锅了 对吗 嗯 肉还放了吗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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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热的 这个是热的 好吃吗 好吃吗 热的吗 全然热的 但是热的 你吃吧 不用了 那你吃吧 这个烤 很酱 这个烤 很酱 这个烤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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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麗麵的食材 我再吃一片 那些昆布可以加麗麵嗎? 對 我們吃吧 行嗎? 麗麵是7月那樣 嗯? 一碗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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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小妹儿烧吧 吃晚饭跟老婆散散步 这是2022年晚餐后的第一次散步 应该从今天开始 之后晚饭之后就都会一起散步了 因为我经常跟她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饭后百步手 活到久得久 老婆有点不信这句话 因为日本的平均寿命 女生是比男生长那么个五年左右 老婆一直跟我说 希望我能够多活五年到六年 冰淡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大家过得怎么样 我可以过得怎么样 八十天 那你过得九天吗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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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哈 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或者美好的白天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金 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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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